注意看,把糯米使劲的揉一揉,出锅就是一道货遍大江南北的美食 重点是自己在家做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老人小孩吃着也更放心,我相信您看一眼就能够学会 首先我们把从市场花三块钱买的一斤糯米给它装到碗里面 这糯米一定要泡发两个小时以上,再搭配一点天然的五谷食材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健康 比如说像藜麦,黑米,小米,还有三色糙米,都给它们泡一泡 全部泡好以后呢,就给它放到蒸笼里面蒸个三十分钟 我觉得用竹笼蒸出来的米都会特别的香 等咱们糯米遮熟以后,有一个小细节你可要注意了 我们先在案板上磨上一层油 这里我们用玉米油或者是食用油都可以 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防止糯米粘在这个案板上 然后再戴上手套,把我们蒸好的糯米倒在案板上 这一步需要反复的揉搓糯米 得十点劲儿把糯米揉搓成光滑的面团哦 家人们,我每天都在分享一道简单又好吃的家常菜 能不能给个小豪心鼓励一下,非常感谢 你看,把糯米揉搓成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呢,才会有拉丝的效果 口感也是非常的棒 接着再把它搓成长条 用刀切成大小相同的剂子 然后给它按压一下 这样看起来白白的是不是很没有食欲 没有关系哦,我们再把藜麦黑米这几种五谷都加在糯米团子里 再揉搓均匀 最后按压成饼就可以了 这样看是不是另外就有食欲了 它不光好看,还比原味的营养健康 口感也更加丰富 要是有条件的话,再把它下锅煎个五到六分钟 等看到中间鼓起来就可以了 这表皮呢,非常的酥脆 这样吃起来也特别的香 要是家里小孩喜欢吃甜口的呢 我们还可以撒上一点白糖哦 刺开看看里面软糯海拉丝 表皮又酥又脆 真的太好吃了 这样做的五谷瓷吧 自己做真材实料 孩子吃着也更放心 你要是学会了,也给家人安排起来吧